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大姐啊 我小事提醒您一下 这圆明园啊 是皇帝的园林 好像没您什么事 就是当年不少圆明园 好像您也进不去 那倒是 可是 即使我进不去 那也是咱们国家的呀 不过 皇上太监什么的总能进去吧 说得太好了 大姐 一看您就是个爱国者 那么大姐您再谈谈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那时候我们国家不够强大 现在我们强大了 七六怎么也不敢来了 你看 哎呀 这雾也太大了 说啥也看不见呢 哎 就凭这能见度 即便他们来了 他们也找不到圆明园 谁 谁 您好 我是央视记者 想问您个问题 央视记者 吓我一跳好 我因为大白天遇到打结了呢 想问什么 我不幸福 哎呀 这回不是问您幸福不幸福 是想问您啊 听到爱国这个词的时候 您有什么想法 爱国 哎 今年我捐过款 哎呀 哎呀 不是募捐的事 哦 打钓鱼岛 我这年龄过了吧 哎呀 也不是打仗 哎 那我就放心了 哎呀 听到您的回答 我对国家十分感激 请问您爱过吗 爱过去 后来都吹了 哎呀 不是问您有没有谈过恋爱 是问您爱国吗 这还用问 当然爱了 怎么样才算爱国 在北京 不戴口罩出门 才是真正的爱国 哎呀 我们祖国同呼吸共患难嘛 哎呀 哎呀 说得太好了 那么请您再具体说说 爱国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爱国的具体表现就是 喜欢看央视的新闻联播 相信各类专家学者 哎呀 逐步发改委涨价 支持统计局平均数 哎呀 只要红舌煽风点火 我们立刻跟风响应 不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不反对央齐混乱 认识中国特色 了解中国国情 不做钉子户 不当造谣人 哎呀 不等 少折腾 不上网 当顺民 永远记住 哪怕国家虐我千百遍 我待国家如初恋 哎呀 总之就一个字 贱 哎呀 两个字 犯贱 哎呀 请问你爱猪卷吗 我当然爱猪卷 我我当然爱猪卷 哎呀 真的知道爱猪卷 为什么就有人不爱国呢 哎呀 你为什么爱猪卷呢 请你谈谈你的观点 我如果不爱猪卷 其他猪会把我骂死 让我滚出猪卷 说我连人类都不如